哈囉大家好 歡迎回來越世界 那在節目開始之前呢 我們 依舊分享一些資訊給大家了解一下 根據那個美國的傳染病專家 格雷森指出 他 被媒體採訪的時候講說 那個男性如果感染了武漢肺炎 不要講武漢肺炎講COVID-19或者是講 新型冠狀病毒好了 他除了可能出現一些長期的那個 那個症狀啊比方說像是肺筋潤啊你會導致你那個呼吸 走路連呼吸都會不順然後會喘 喘大氣 然後 最嚴重我覺得對男性朋友最嚴重來說他居然會導致你 導致你 小滴滴 小弟弟不舉 不是小滴滴 小弟弟不舉 所以 各位為了你的另外半早想或者是為了你的食子姑娘早想所以 食子不要講食子姑娘 就是 為了你的另外一半幸福早想我覺得大家外出的時候盡量呢 就是戴上口罩 才會 避免說你會被 被傳染的問題 那我們正式進入這個影片的主題 上次有想要針對那個 其他玩家的一些 問題 那我去找到巴末特有人在問說 當他是V-0的時候 他有把一些 那個 角色發達上來 那我真正我的看法去跟大家分享 大家也可以在下方留言 然後給點意見 來討論一下 那 他說他張了 可以馬上升10星 我覺得是可以 那 屬豬的話差一隻 升6星 神豬的話 神的肥料不夠 魔官的話 魔的肥料也不夠 所以我覺得說 他因 那從 那個 整個角色來看的話 他主力應該是 神趙雲 然後接下來應該是 屬官 那當然還裡面還有甘寧 不是 對甘寧 對對對 然後再來是 張了以及 屬豬 但是如果說 他 之後要練的話 一般的來講的話 一定是會練雙光 雙光跟 雙 諸葛 所以的話 給他的建議應該是說 先把諸葛給練上去 因為他說他的屬豬只差一隻 屬國6星就可以升級 那我們可以看到裡面來說的話呢 其實他的那個 屬豬從9星要升10星的 9星的肥料也準備好 然後下方呢 其實也有兩隻那個 屬豬葛的那個 那個 那個他的 肥料出來 不算肥料就是他本體出來要讓他去合 那只差一隻6星 的那個 屬國的 肥料就可以讓他去升級 那原則上應該 正常的講應該是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 我看一下 現在沒有進入遊戲畫面 我們用講的好了 透過那個 對諸葛來說 諸葛的第1 第一招是 蛇戰群乳 那他就是針對 極方的三個武將 造成118%的法術傷害 並且針對 極方的最低生命值的 單體武將 恢復等同 245%的生命值以及隨機 除去 幾方的武將 速度 回合 兩回合去提高他的攻擊力 以及那個 25% 一回合 那肌餓的話他可以提高 生命力 40%以及攻擊力20% 閃避10% 所以他其實很吃閃避 閃得很厲害 那透過 那個諸葛亮去加 Buff的話 其實 他的第3招還有可以去加 25%的那個攻擊力 以及 去回復 然後加速的 的一些效果來說的話 鼠關來說 是一個非常 好 加Buff Buff的一個角色 所以說 原則上應該是先把鼠關 帶到 看能不能帶到一速 但是 看樣子現在要超過神兆的話 恐怕是有點困難 還要再看他的那個龍魂 以及其他的 配速的東西 能不能來達到 那個 超越 神兆的那個 結果 那萬一這不行的話 我覺得 至少一速是神兆 那二速至少要放到那個 屬 屬租格 那 後面 即便說 魔關 上不來的話 或許 甘寧先保留著 然後 那個 張寧在 速度不超過 屬租的情況之下 也要往上提升 因為張寧其實在後琴 的角色來說 其實還蠻 算蠻強 但九星跟十星 還是有一定的落差 那屬 那個魔關的話 原則上還是要 趕快升上去 因為 最好的狀態應該是 屬租 帶一屬 然後 二屬魔關去破甲 破甲完之後呢 看是神兆或者是那個 屬官先出 屬官出手 然後接下來就是那個 張寧的部分 所以原則上應該是以屬租為主 然後 練上去之後看 神的肥料 夠不夠點 因為 神兆來到280也夠了 接下來神的部分應該要 保留給 給那個神諸葛去練 那他神諸葛本體其實也來到4隻了 所以要升上十星應該也是 沒什麼太大問題 就 八星升九星應該 看一下 八星升九星的話 八星 八星升九星需要的是 一隻本體 所以九星升十星是兩隻本體 總共是三隻本體 對他來講 本體絕對夠升到十星 神諸夠升到十星 那就差在說那個肥料的問題 還有來講 其實肥料的話 看他已經有 八星五果的洲胎 所以八星的五果的洲胎 可以再練上去的話 看要先給 看魔王官先到 還是屬 屬儲優先到 申出先到 乃至先到 那就先讓他申 或者是說 也可以先讓 那個 張寧升上去 張寧升上去 再增加戰力來說 其實對於 諸葛加 todavía 時不像 然後張寧再去吸的話 真的用向 serves 大家也可以在下方留言給這個玩家一點點建議 那我們就回到我們的遊戲畫面 等他一下下喔 我不知道大家這個新的活動 那個尋找魔曹操的那個弄得怎麼樣 我應該只能弄到那個我簽到的部分 好像了不起只能到75沒辦法到80 還是65等忘記了 看一下喔 因為連續圈到的話可以拿到25個看一下 他沒有寫 印記累積 目前我的簽到來到60枚喔 那應該到明天的時候 可以來到65枚 因為我第一天沒有領到 忘記就是沒有注意到 所以正常講玩家應該可以來到70枚啦 如果是V領沒有在課的話 那我覺得 我覺得 拉到下面的話 我應該 會建議大家 因為我很缺那個 寶物碎片 所以我應該 會換這個兩個 寶物碎片 就是 霸主禮包兩個 就是40嘛 然後 我想要這個 我個人想要那個 電影聯名相框 所以 這樣就是 這樣就是 是 60 那你也可以選擇這個 40 的話 剩下25 25的話 如果真的不行的話 你可以選擇 如果你是 70的話 我覺得就是 恩 你可 對於玩家來說 拿到資源就最重要 所以應該是換兩個 霸主禮包 以及那個 魔王禮包 這是最划算的 總共就是70 那我 應該會換 我就想要 那個相框 所以我應該會換相框加上那個 霸王禮包 這樣的話 就會來到60 然後我就會 5個 5個印記會浪費掉這樣子 這是我針對這次新的那個任務 給的一個想法 那麼回到 回到遊戲畫面 好 那今天順便跟大家 聊一下說 必得那個 鼠 因為其實 越世界 現在來說的話 其實 鼠關也 也很缺啦 那我會建議大家 如果說 你在 那個商城啊 武將這裡 我會在這裡 我有在這裡買一個 因為我幾乎都抽不到 我後來好像用 轉根買的 然後 積分的話 在這裡可以拿到 那你可以個人自己去判斷 我在這裡也是買了一個 鼠關 然後才把關於 升到九星的部分 那你也可以換神罩 就看你自己怎麼去取捨 神罩或者是鼠關 那 另外一個方式是 透過這個 轉寶 那原則上 呃 因為之前跟大家講說 只要 左上 左下方 是有 銅槍400萬 然後右上方是神兵寶石 以及 左上方有 招行令的話 我們就可以去抽抽 那我們就來看看 這個的話是來到 各位 要注意一下 他是100個就必得 那個星陰大獎 那雖然只有31個 我覺得可以抽抽看 因為剛好400萬嘛 那如果過程中你剛好 幸運 我就看看30幾個能不能中 應該是不太能中啊 我記得我都是 100個才中的 那我們透過這一次 雖然只有31個 不過也來抽抽看好了 那 一方面增加一些銅錢 一方面去拿一下 神兵寶石 以及 看能不能幸運的 拿到那個關於 那如果說你一定要拿到這個關於的話 我建議大家可以 設 他一定有機會開到關於 那你在那個 神龍多寶 快你可以 稍微自己記錄一下 只要這過程中不要拿到 幸運大獎 只要一拿到幸運大獎 要重新計算了 比方說你在 你帶50抽的時候 拿到幸運大獎 你就必須要在 下一次的 也就是 150抽的時候才有機會 再度拿到這個幸運大獎 所以說 你一定要關於的話 我覺得 關於 在這個裡面對我來說 應該算是大獎 也有神話陀 但是其實 我覺得說 對於V0來說 很多啦 原則上你練一隻趙雲 那後面你如果再練一隻神趙就差不多 你的那個神的肥料 真的沒辦法 可以供應你 練那麼多神 那在 神龍多寶券這裡的 那個遊戲裡面 我建議最好的方式就是拿到 我覺得CP值最高 應該就是 因為 原則上 五國來說 蜀國 雖然說 後面還是要練 那個諸葛 但是 蜀官 也是沒有那麼好抽的情況之下 我覺得在這裡可以拿到 我們就可以先透過這裡拿到 我們會看到 到底能不能在 31抽裡面 拿到那個 幸運大獎 那請大家記得 如果你 你過程中已經拿到 你稍微筆記一下 你在20或30或在40或在 第幾抽的時候 拿到了 才不會 影響說 你下次 比方說我上次是30抽拿到 我以為下次只要 再滿70抽 可以再拿到幸運大獎 不是其實要130抽 才能拿到那個幸運大獎 那請大家要記住這一點 那我們就進行這次抽獎的部分 第一抽 他停下來耶 神秘寶石可以啦 招牽令可以可以可以 我買球招牽令了 這我不要 喔這可以這可以 今天運氣還不錯我覺得 神秘寶石 神秘寶石 可以可以可以 400萬 喔 神秘寶石 神秘寶石 好都神秘寶石就好 神秘寶石 好好很好 不要這個 神秘寶石 來個關羽好了 關羽 關羽 關羽你的存在 誰的歌啊 不知道 400萬 400萬 欸 不錯不錯不錯 神秘寶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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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牽令可以可以可以 神秘寶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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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沒了 所以原則上30抽還是很難拿到啦 但也無所謂 我覺得 這個機率來說 要領到關羽 目前的話已經來到36 所以還要累積大概 呃 64 張的那個 神龍多寶劍我才可以拿到下一次關羽 那原則上如果 假設他很接近10次 那你剛好開掉關羽的話 你就不用管這邊 是不是神秘寶石 也不用管這邊是 從前400萬 我覺得就可以直接衝了啦 就無所謂 那因為也沒有神龍多寶劍了 我們就 把它刷新就好了 陸訓也不太需要 那雲台拜將這裡的話是9次 我目前的話我覺得 我需要 我還需要 四隻魔關我才可以升上10星 所以我就不會 著急的 一定要先 衝那個魔關羽 再加上說我的那個 肥料也不足 所以 我現在的話應該會先以 生屬豬為 為主要的想法 然後 之後呢 再看一下 魔關 的部分 那就看魔關跟神珠 是哪一隻先出來 但是我會先練 屬豬格 因為我 我說過那個屬豬格加buff的話 其實 不管說補或者是 那個 攻擊力 輔助 增加攻擊力來說 都是 一隻不錯的 輔助角色 那原則是他會以他為主 那我們針對那個暖洞部分呢 這一次 好像可以抽 要抽抽 我們就順便再來抽抽好了 20次的高級招募令 那我們就抽兩次 看一下結果如何 屬豬 我就是要屬豬 豬八戒 及格氣 豬八 屬豬 屬豬 神王鐘 他不然也給我 繩豬格 好啦算了算了 豬八 屬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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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都給我神肥料欸 欸 我還不然再抽下去啊 好啦我們再抽下去好了 如果 下一隻還是不是 如果不是神的話 我們就不抽了 好不好 神豬哥哥 不夠了 幹嘛這樣子 氣震順耶 這樣子 這樣子好像斷了氣震 會怕怕的耶 再抽一抽就好 好多肥料 好再試 這次 豬 寶 劍 剛才應該要講那個豬隻呼吸 豬隻 呼 溪 哎呀 沒有雙黃蛋 哎呀 哎呀 好喔 換歌 好吧那我決定在這裡打住了 我們結完任務就好了 等那個令多我們再來抽好了 那我大概今天該講的都講的差不多 這累積15次應該是拿不到 那獄龍卷來說 呃 只要拿到40張 原則上就可以直接 拿到那個神趙運 的那個外觀 我們就直接一鍵翻牌就好了 嗚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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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nguém 五星 兩個 可以可以三個 是濃多寶券耶 好爽好爽 取得外觀 使用 但要使用啊 怎麼不使用呢 我不知道大家拿到那個外觀了沒有 看來這次我覺得官方還算是蠻佛的啦 就等於是送了 雖然說過程中有許多比較沒辦法解的任務 但是還是解到後面時間上算是夠啦 我覺得是可以 那以上是這則影片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在巴哈姆特上看到網友的那個問題 然後我不知道我講了是不是完整的正確啊 或許大家可以在下方留言 那有機會的話希望那個巴哈的網友也可以看到 然後第二是針對那個魔曹操的一些那個印記的部分 我會兌換哪些東西出來這樣子 然後第三就是大家應該都會 對V0來說應該都會很需要屬關羽 除非你的那個運氣很好都用抽都可以抽得到 像那個月世界運氣都非常的沒有說那麼好的情況之下 我的屬關羽幾乎都是用轉的或者是用 呃...不是轉的 是用那個換的換出來就對了 我不是用抽的抽出來 那我也缺那個... 珠葛亮的部分了 那到時候等那個輪葵石夠的話呢 或許有機會我們再來抽抽看呢 但現在來說 屬豬要上八星就等肥料 九星...應該說要上九星也是都是等肥料 因為只要一直本體就可以上九星了 那就是等之後看結果怎麼樣再來處理好了 他上九星我就可以...我應該會把小喬給吃掉 讓屬豬直接上九星 那之後...十星的話 應該是透過那個... 呃... 積分喔... 多寶的方式去把它... 洗個那個... 屬豬出來 那我少一張 那到時候應該也夠我去... 夠我去那個... 用... 呃...那個... 雲苔敗將的方式去轉出一隻屬豬出來 所以屬豬要上十星應該是沒什麼太大問題 那也是時間上的問題而已 那以上是這則影片分享到這裡 跟大家... 呃... 順便聊聊天 然後分享一下境況 看... 目前的進度如何 那如果你喜歡我這支影片的人 感謝大家喔 剛好今天突然就滿了一百了 希望有機會... 往兩人兩百三百四百五百六百甚至破千前進喔 那感謝大家的收看 那也希望大家會喜歡這支影片 那我們下支影片見 如果你針對那個影片的內容 或者是你有其他想法的話 或者你要想要看的任何資訊的話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讓我知道 那感謝大家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